当局初步认为葵冲村日葵楼出现爆发 与海警施例检疫酒店群组有关 但没有发现日葵楼有结构性问题 也因为没有足够的检疫中心 因此暂时无需居民撤离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和卫生房屋中心代表 在昨晚去到葵冲村日葵楼试察 认为源头可能与检疫酒店群组有关 因为16宗个案内 第一个确诊的79岁男人和另一个个案 都是感染Omicron BA点燃压型变种病毒 与酒店群组患者相同 那个群组首先确诊的43岁巴基斯坦女人 她确诊的丈夫上星期四曾去到葵冲村日葵楼 六葵楼和千葵楼的垃圾房收集物件 之后在深水堡南昌街 近北河街街市附近的摊档摆卖 相信那个男人令到大厦在上星期四开始 在四日里出现大爆发 那垃圾房是没有锁的 它可以进去 还有是里面也都有些清洁工人在那里休息 甚至在那里大家谈谈等等 甚至可能是有些东西在那里吃都没顶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有可能她进去垃圾房将这个Omicron病毒 传给这里的清洁工人 甚至传给这里的保安员 他们是在每一个层那里游走的 它也都在这个大厦里面的升降机那里 是经常都会上上落落 就好意将这个病毒传出去 在三楼的53岁国泰铲车工人 连同一个星期日去过大厦七楼 探早母的一岁女BB也都确诊 初步确诊个案 包括一个住五楼 在奎兴的口罩工厂上班的44岁女人 八楼一个住户在星期二去深圳 第二天检疫的时候验到初步确诊 一个48岁女住客同样验出初步阳性 她在大窩口村副邦楼和副墙楼做保安 奎充村有大约10个清洁工需要检疫 而市民在今个月10号或者之后 曾经去过北河街街市附近 光顺过流动小贩都需要强制检查 而日葵楼的喉管良好 专家认为暂时不需要全座大厦居民撤离 但就要加密强检 我们要很坦白告诉公众 就是暂时来讲 根本香港已经没有足够的quarantine center 没有足够的隔离的措施 给这么多人 现在讲的是2,500人 我们都暂时没有足够的能力 即刻在今晚去做这个home quarantine 就是家居隔离 因为你要送饭 很多东西要做 我们在这里也都劝告所有住在这里的居民 不要走 因为如果你走 你很容易可能会把病毒带到香港的社区 袁国勇相信当局经过今次 会再加强追踪个案的能力 希望可以追踪Omicron传播速度 否则就要考虑其他的处理方法 无线电视的侧蓝继生不导